南风 丁波和肥皂是三个高考落榜的年轻人 他们三人私混在一起 南风是一个性格刚烈的女孩 她因为父亲酗酒家暴 所以不经常和家里联系 她有一份在酒吧唱歌的工作 但是在一次工作中 不小心伤到了一名顾客 和顾客起了冲突 丁波的母亲已经去世 因为和即将再婚的父亲关系不好 从家里搬了出来 靠开黑摩滴维生 胖子肥皂家里的女孩 比较富裕 但是因为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也从家里搬了出来 一天肥皂在路上被一群小混混欺负 钱被他们抢走了 晚上打抱不平的南风 带着肥皂找到了他们 南风恶狠狠地盯着那头看 并且拿起酒瓶 眼也不眨一下地往自己头上砸 继续恶狠狠地盯着对方看 就这样 南风凭借不怕死的精神要回了钱 不久 三个人因为住的地方要拆迁 不得不另找房子 看了租房信息后 他们像一位独居女人 常月勤租了房 常月勤曾经是个爱长京剧的老师 她不仅会抽烟 脾气还有些暴躁 至此 他们四个人住在了一起 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 两大人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差异 即便这样 日子仍旧在日常的磕磕碰碰中过了下去 画面一转 丁波带着南风和肥皂 参加了父亲的婚礼 丁波实在看不下去 就在婚礼上闹事 最后被南风和肥皂 拉着离开了婚礼 不久酒吧老板找到南风 告诉他之前被他伤到的那个顾客 要求赔偿两万块 还拿出了一张高板损伤证明 南风委屈至极 但是也无能为力 丁波把自己卖摩托车的钱给了南风 三个人东拼西凑 但还是没办法凑到两万块 然而偶然间 丁波在常老师房间的箱子里 发现了一些私房钱 丁波把钱偷了出来 用这个钱帮南风还清赔偿款 随后丁波又买了一达明币 重新包好后放回了箱子里 在路上他们三人发现 常老师经常去小区的车库里待着 因为好奇 三人撬开了车库的锁 发现里面停着一辆白色破车 三个人开着破车 出去疯狂玩了一圈 回来后就被常老师发现 他对着三个人大发雷霆 之后南风他们才知道 原来常老师是个不幸的女人 丈夫早逝 他的儿子也在一年前因车祸去世了 车库里的那辆车 就是儿子车祸时开的车 常老师一直忘不了儿子 每次想起儿子的时候 就一个人来到车库 坐在车上痛哭 因为太痛苦了 常老师最后选择了割腕自杀 但是被南风他们三人及时发现 送往医院挽回了性命 常老师出院后 态度和蔼了很多 南风三人对常老师也关怀有加 并且常常带他出去散心 三个人也开始打工挣钱 把挣来的钱偷偷放回了箱子 常老师也变得开朗了一些 甚至出钱把那辆破车 重新修好送给了丁波 四个人开着车前往观音山游玩 沿途还看见了汶川地震后的废墟 处处都是坍塌的楼房 在山上还有一座被毁气的观音庙 四个人在这里合照了一张像 一天晚上 丁波在夜店里和别的女人亲热 而看到这一幕的南风 不禁暗自赶伤 因为他不愿意看到自己患难与共的男人 和别的女人亲热 第二天 南风接到了父亲生病的消息 回到家后的南风 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父亲 南风的内心充满了对父亲的埋怨和心疼 他猛灌自己白酒 用作践自己的方式来规劝酗酒的父亲 很快南风又回到了丁波的身边 南风躺在铁轨上质问丁波 为什么他可以选择其他女人 而不选择自己 丁波告诉南风 当一个男人拥有很多东西之后 才有资格拥有喜欢的女人 两人还玩起了殉情 差点被开来的火车撞上 另一边 丁波父子俩也解开了多年来的心结 原来丁波他妈死的那天 父亲不在身边 是因为父亲当时去给别人下跪借钱去了 而不是去泡烂妞 终于 他们四个人又一次来到了观音山 还一起帮助师父修观音庙 观音庙修好后 丁波也克服了恐惧和南风相爱了 但是常老师却在第二天清晨跳下了山崖 与他的丈夫和儿子在一起了 因为他说过 孤独不是永远的 在一起才是永远的 最后三个年轻人带着悲伤 带着各自的迷茫 坐在无情飞驰的火车上 远远地驶离了他们的青春 在一起才能够的火车上 再次复苏的火车上